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教育新闻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最美教育人今天播出 宜春学院2015集学生林伟新 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生命接力 以实际行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得知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后 宜春学院2015集学生林伟新 依然选择捐献造血干细胞 为生命接力 以实际行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林伟新是宜春学院政法学院2015集 知识产权专业学生 2015年入校首次献血 血样进入中华骨髓库 今年5月 他接到宜春市红十字会 造血干细胞工作站的电话 被告知他的造血干细胞 与国内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初步成功 询问他是否有意捐献 林伟新很快做出了捐献的决定 捐献造血干细胞 开始是在4月份 而之前是在大一捐献的 也是大一下血型捐献血液 捐献血 献血的时候 然后他的那个 我个人的资料是留在 血库里面的 5月份是配型成功了 在为捐献造血干细胞做准备时 也正是法学考试的备考阶段 同学担心林伟新学业受影响 可他毫不犹豫地说 考试没过可以再考 可患者等不起生命高于一切 为早日给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林伟新制定了锻炼计划 每天早晚坚持跑两公里 11月初林伟新赶赴湖南长沙 湘雅医院顺利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 4号5号6号7号都是在注射动联系 4号注射动联系我还没有感觉 等到5号我就感觉腰伸背痛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孕妇一样的那种感觉 特别难受 好痛我一整天 就5号那5号半天我就躺在床上 几乎一整天都躺在床上 据了解林伟新捐献的造血干细胞 已被送往广东中山某医院 顺利输入到一名5岁的白血病患者体内 目前患者状态稳定 我想他会更具热爱生活 但相对一个5岁的孩子来说 最好的就是快乐吧 因为这个折磨已经过了 关爱生命传递爱心 林伟新同学无私奉献 救助他人的善行一举 让生命因奉献而美丽 社会因关爱而和谐